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8月20号的公示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先来带您看到 昨天上午在新北市的中河区 发生了公车驾驶 没有注意停让行人 导致巴旋老翁被碾毙的事故 画面上可以看到 该辆公车在路口左转的时候 并没有依照规定减速停车 离让行人 是直接撞倒了行走在板马线上的灵性老翁 司机表示因为视线死角 没有看到行人 将依照过失致死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新北交通局则是因为管理疏失 依法对业者开罚最高罚款9万元 业者先将肇事驾驶员停职 交通裁决将吊销驾照 期间无法再担任公车驾驶 而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相当遗憾 将会持续和地方政府合作 要求落实行人穿越线退缩 以及公车停车只差确认 保障行人的安全 机北被逃 通勤月票上路 公车运输量是大增 各地也出现了驾驶荒 桃园鼓励客运业者加码征才 也推出了全台首创公车驾驶 申请社会住宅的配套措施 不过公会是表示如果不能够彻底改善客运司机劳动的条件 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 基北北桃通勤月票上路后 桃园市内公车运输量大增 统计到八月十号驾驶缺额两百三十七名 为了改善驾驶荒 是否鼓励客运业者加码征才 介绍金最高三万元 也全台首创公车驾驶申请社会住宅配套措施 考量客运发车的地点遍及在各个行政区域 交通局和住宅发展处也拟定了桃园市市区公车驾驶 社会住宅包租贷款的计划 这是一个承租专案 由交通局转介的驾驶同仁 不但可以申请社会住宅的包租贷款承租专案 也可以参与三百亿的租金补贴 更可以加入社宅随到随办的排序行列 交通局表示解决室内大客车驾驶缺额问题 首要改善待遇 在配套上也考量司机员求职居住问题 和住宅发展处拟定公车驾驶社会住宅包租贷款计划 承租专案 福岛协助驾驶员申请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减轻住的负担 钱是不是真的发到驾驶的手上 那再来其实桃园境内的客运司机 违法的状况非常多 尤其是超时加班的状况 公会表示针对客运驾驶荒 桃园市政府提出司机可申请 社会住宅优惠政策效果有待观察 但也说到交通局提出增加驾驶 每月一万元薪资补助政策 缺额不减反增 六月缺额两百五十人 八月两百七十三人 如果不能彻底改善客运司机 劳动条件都是指标不治本 无助改善客运驾驶荒 接着张淑云桃园报道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民间团体发起环露渔民大游行 今天将要登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以及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都将全部出席 并就终结行人地域提出看法 也是三个人首度同台就近 有如是总统大选第一场震惊发表会 联合报来看到的是疫情之后 弃捐人数下滑 等待移植的人数快速攀升 为服务四年前开放了肾脏 可采非亲属捐赠 两个都在等待肾脏移植的家庭 可以透过煤盒移植换移植 至今有六组登记 不过煤盒率挂零 自由时报来关心 营运国家税务系统的官贸网络公司指出 税务系统遭到了骇客扫描 网络攻击次数逐年创下新高 今年纵索税报税期间 骇客扫描单月近两亿次 比去年提升了两成 网络攻击次数也有五万次以上 中共东部战区宣布 昨天在台湾周边进行了海空联合军演 还声称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与外部势力勾连的严重警告 国防部从昨天在台海周边 征户了42架次 各型共击以及8艘共箭 总统府是表达强烈谴责 并指出中方营造恐惧 是介入选举的手法 海空军兵力快速集结部署 共军东部战区十九号上午 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军演后 随即续出宣称是直级演训的相关画面 但没有标明拍摄的时间地点 无故防部指出从早上九点开始 在台海周边征获42架次 各型共击及8艘共箭 国军强烈谴责共军行进 也PO出积极备战监控硬处的影片反制 由于东部战区还表示 军演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 与外部势力勾连的掩阵警告 被解读是针对日前出访 两度过境美国的副总统赖清德 总统府发声明强调 五国政府元首出访过境行之有年 不应该是中国挑衅的借口 也指出中方营造恐惧 是介入选举的手法 学者则认为 中国更试图借军事行动 转移国内民生经济窘境的压力 除了午贺 中国疑似在操纵认知战 台湾多个网络论坛突然出现金门二胆岛 有士兵密谋逃跑的爆料 坡文 让金防部严正博斥是假讯息 并向金门递检告发 呼吁民众别误性谣言 落入敌人影响民心士气 破坏国家安全的拳头 截比声张子家台北报道 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又有新进度 台美官员十四号到十八号 在华府进行了第二阶段实体会议谈判 聚焦农业劳动以及环境议题 在会议周前拍下合照 台美官员十四至十八号期间 在华府进行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第二阶段谈判 实际六月签署首批关于贸易便捷化 中小企业服务业国内规章 反贪腐 联好法治作业等五项协定后的第一次实体会议 这回聚焦农业劳作与环境议题 专家指出这三项议题逐线进入台美合作深水区 除了讨论促进农业贸易 推动绿色经济与企业减碳外 也可能触及台湾远洋漁业劳工问题 以及基改食品食安议题 透过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 台美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不过有学者认为 将此视为双边签订FTA的敲门砖不切实际 对此行政经贸办公室 总谈判代表邓正中认为 双方有好的合作基础下 才有望达成最终目标 邓正中表示台美之间的共识 就是希望尽速推动完成签署第二批协定 而后续第三轮将就数位贸易标准 国营企业以及非市场经济等挑战性更大的议题 持续挫伤 借必须张子佳台美报道 华联地检署日前在售风箱 破获了大型跨境电信机房 现场是逮捕了三十多人 调查局指出 诈骗集团的成员 身穿大陆假公安的制服还有帽子 现场还有卫装的公安局背板 以变脸城市身卫技术 假冒北京市公安 来引诱中国大陆的民众受骗上等 在法务部调查局打击诈七都岛中心指挥下 执法人员指导内部诈骗集团成员 全被压制在地双手反抗 华联地检署侦办跨境诈骗案 十七号动员上百人来到售风这处民宿 破获大型炸击击房 逮捕三十余人 现场还有一套套大陆公安制服 甚至公安局背板 嫌犯透过变脸城市 宣称对岸民众设犯刑案 加以刑骗 诈骗集团为取信中国大陆民众 利用变脸城市之身为技术 改变外形并假冒大陆公安人民与民众视讯 应用大陆地区民众受骗上当 现场扣留三十九只手机 现金十七万三千元 以及毒品凯他命等证物 嫌犯又吸毒又行骗 在七八月间 假冒北京市公安人员 对大陆民众进行跨境电信诈骗 还每日回收手机删除诈骗记录 而一般民众要如何分辨 来电者的脸是真是假呢 形势局将民众首先先注意脸部边缘 除了模糊 假脸跟脖子之间也会有明显色差 另外身为技术只能套用在脸部 所以当对方伸手挥一挥 画面明显模糊或是脸部产生扭曲 形势局表示目前变脸技术上属低阶 仔细观察是可以破解的 至于诈骗机房嫌犯 花莲地院十九号凌晨裁定 二十九人积压禁件 一人交保 记者林志明张国梁综合报道 来看到高丛警方查弃一名通气犯的时候 前往对方的藏身处埋伏 警方才刚进门 这名通气犯就从六楼坠落到了一楼中庭 送医不致死亡 警方表示还没有接触到通气犯 他就坠楼 不排除是有人通风报信 让他心急想要逃跑 才会发生憾事 不过确切的原因还要再厘清 于大楼警卫大电梯回藏身处 打赤膊的无姓男子 不久前被警方拦下 主动交付海洛因安非他命 却擦撞警车 导致一名援警受伤后趁机逃离 等一天警方掌握到他躲在高雄左营区这栋大楼 上午十点左右前往埋伏 一组人等在一楼 一组人前往六楼藏身处 才取得屋主同意入内 就听到中庭传来巨响 男子从六楼坠落到中庭送医不致 警方表示男子因伤害最遭通气 但在闯远警还没与他见到面 人就坠楼 不排除是有人事先通风报信 男子得知要被抓才挺而走险想逃 他在第一次被警方查气时 已经有脱罪逃逸的情形了 研判吴贤已经得知 我们警方即将将其查气 那吴贤也担心遭警方查气 于是有逃亡的动作 警方表示执法过程纯程搜证 同仁都照应有程序执行查气工作 后续在男子藏身处 也找到毒品海洛因 将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 侦办及相验查明确切原因 记者王老婷 陈显坤高雄报道 华氏华轮溜冰相隔十三年 重回亚运 曾经在市警赛男子个人项目 拿过六次冠军的陈毅凡 评估有夺精的实力 不过官网近期确是公告 男子个人花华 还有混合双人花华 因为陈赛的国家 还有地区没有达到六个 所以决定要取收 教练坦言只有错愕和无奈 六次市警赛冠军 华轮王子陈一帆 专心备战航州亚运 由于航牙比并排轮 而非直排轮 他忘掉过往所有成绩 心态归零 能够再次入选自己 让人是非常开心 那也希望自己 可以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然后做出最好的表现 李少冠和李少杰 在2022市警赛以丰富的客家元素 让人惊艳 18岁和22岁的兄妹党 首次前进亚运 要比混合双人花华 我们之前都没有进亚运过 所以这算是我们的第一届 那我们也希望 可以为台湾做出好的表现 期待拿出好表现 陈亦凡跟被教练王渊栋 评估有多精实力 不过亚组委8月14在官网公告 亚奥运比赛项目各大项 至少应有六个国家地区的选手 报名 比赛开始前 应至少有四个国家或地区的选手 到场 整理报名讯息 报亚奥理事会同意 决定对华伦项目的男子个人 和混合双人两个小项 给予取消 双人花华教练 也是兄妹党母亲的郭文平说 只有错愕与无奈 王渊栋教练指出 7月18被亚组委告知 可能因参赛国选手不足取消 请各国协会努力 但8月1号就截止 时间上太赶 体育署表示 积极备战的四位选手 失去参赛机会相当可惜 不过取消是亚组委 一赛会规定所作决定 各参赛国均需予以尊重 教练说 目以沉舟只能接受 但花华还有女子个人两位选手 请大家为他们加油 国内本土登革热疫情持续 高雄星期五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却是罕见的开出了6万元的罚单 有一位70多岁的男子 他日前确诊了本土型登革热 却疑似隐瞒发病前两个礼拜的工作地活动史 高雄市府认为严重影响到了防疫工作 依法开罚 周六上午清洁人员沿着任务区加强清销 住家后巷防火箱都不放过 十八号也来到左营区青云公市及周边社区 进行化学防治 十八号当天高雄没有新增登隔热病例 却发现之前有确诊者疑似隐瞒 曾到过这附近两个工地 担心有更多资深远媒清除 加紧派员清销 市府卫生局表示这名七十多岁男子 确诊本土型登革热时 疫调人员曾询问他活动史 他回收平日只在住家附近活动 后来第三次疫调 透过男子同事告知才发现 他曾到过青云公市及周边的两处工地 认为男子刻意隐匿工作地活动 史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开罚六万元 高市左营区青云公市及周边 是目前社区群聚感染的热区之一 性结人员也曾在十四号 到过周边喷药消毒 男子因影响防疫工作被开罚 市府也提醒民众面对疫调要诚实 才不会误导防疫方向让疫情扩散 记者王庭 陈显坤 高雄报道 连日降雨 台中市出现了三起灾情 雾峰有党土墙崩塌 还有东市的产业道路出现了坑洞 新设也有巨石滑落挡道 公路总局提醒大雨过后边坡土石松软 三天之内要尽量避免到山区活动 大型怪手进场清除大量土石 连日大雨台中市雾峰区仁德巷边坡 十九号清晨六点多突然发生党堵墙崩塌 造成交通中断 接触山坡属于私人土地 地主下午赶紧请包商来抢收 边坡探方范围约有十五公尺宽 还有电桿倒塌 台电与电信公司也派员抢收 台中市水利局要求地主先抢通道路 预估需要二到三天 后续得提送紧急防灾处理计划 因连日豪雨导致土壤堡 造成荡土墙崩塌 同样阴雨釀灾的还有东市区东坑路一带的产业道路 十九号上午地面出现六平方公尺的坑洞 远景摆放交通锥提醒民众 另外新社区福明农路前一晚 则有巨石掉落挡道 公所派员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抢通 本所立即派远景前往交通疏导 并通报新社区公所 于本十九日早上十一时十五分 抢通并开放通行 公路总局谷关公务段也提醒 大雨过后边坡土石再重增加 承载力下降 加上岩石长期热胀冷缩逐步风化 雨后三天之内边坡都相当脆弱 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记者阿民风彭幻群台中报导 位在加勒比海的岛国多米尼加 日前是发生了一起爆炸意外 延烧了九栋房屋 而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 现在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三十二个人 不过爆炸原因还不清楚 由戴当局调查 大片浓烟笼罩天空 路边的车子也被烧成了一团废铁 多米尼加首都南部地区的一个小镇 圣克里斯托尔瓦的商业区 当地时间十四日发生一起爆炸 无预警的爆炸声延烧至少九栋房屋 五百多名救灾人员 在事故现场寻找生还的民众 当地政府誓言 在瓦力堆清除之前 搜救工作不会停止 随着持续开挖的进度 零难者已经增加到三十二人 其中只有十三名死者确认身份 辛吉的家属在各大医院打听 却始终等不到家人的消息 满目疮痍的现场 重建之路漫长 不过为何会发生大爆炸 连当地政府也还不清楚爆炸原因 仍然有待调查人员 进一步搜集现场证据 拼凑出案情 记者 珠峰之无奇昌 综合报道 加拿大今年的夏天 频频受到野火轻揉 殷属哥伦比亚省 过去几天火石的范围扩大 目前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撤离了至少一点五万户 熊熊烈火无止境的燃烧 四面八方都被火光包围 加拿大目前全国超过千处野火 日前西北领地首府黄刀镇 及附近聚落纷纷撤离 如今隔壁的英属哥伦比亚省 也传出灾情蔓延 有三点六万人居住的西基罗纳镇 附近的山林已是一片火海 农烟陆续飘向临近地区 综合外媒报道 英属哥伦比亚省目前有超过 三百五十处气火点 而西基罗纳的火势范围 周四傍晚仅一千一百公顷 如今扩大到六千八百公顷 有许多建筑物被烧毁 当局已下令撤离当地一点五万户 包括西基罗纳镇和相邻的 基罗纳镇北部 并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We are declaring a provincial state of emergency to ensure that we have rapid access to any tools that we may need to respond to this situation In just the last hour we've gone from about 4,500 homes under evacuation to about 15,000 homes families being evacuated from their homes across the provinc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here with significant military assets 此外 由於基罗纳正部分地區 就在加拿大知名釀酒廠所在的 歐肯納根谷 該地西側將近兩千五百間商家 和住戶也紛紛撤離 另外有數千人則處在獄警疏散狀態 一旦當局下令 就會立即離開 公視新聞 兩院編譯 年長者最怕跌倒 澳洲雪梨附近一間醫院 透過物理治療師增強長者的肌耐力 並且和營養師共同製作新的菜單 幫助不小心跌倒的長者 重拾正常行走的能力 而根據數據顯示 經過一年的運動 還有營養計畫之後 參加課程的老人家 住院率降低了84% 工作人員指導滿頭白髮的長輩 如何正確使用健身器材 他是這家醫院的退休護理師 前陣子不小心在家裡摔了一跤 讓他感受到危機意識 因此決定來到這裡參加專業課程 重新學習走路技巧 這是為在澳洲西南威爾斯省雪梨附近的一間醫院 專為銀髮族打造的健身課程 有專屬的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 和老年醫學專家組成的團隊 目標是透過運動 幫助長者鍛煉身體肌耐力 不只跌倒的人可以來這裡訓練 健康的長輩也能避免遺憾發生 根據這項研究計畫的資料顯示 透過為期一年的運動和營養計畫後 參與課程的老人家住院率大幅減少百分之八十四 現在當局希望在西南威爾斯省各地的醫院 都建置類似設施 幫助長者有計畫的運動 降低跌倒失能的風險 公司新聞政委任編譯 繼續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 作詞・作曲 曜文 高雅 白鎚 八十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來看今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祝福你有美好的周末时光 我是朱凤志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